春天天气变化快 就连动物也吃不消 像一般的猫犬 动物也会因为温差而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尤其是年老的犬猫 更要注意温差变化导致的心肺压力剧烈转变 一旦出现喘气或者是行动减少的症状 四组就要赶快的带去医院来进行检查 近期天气忽冷忽暖 不只人类要留意温差变化 家中有饲养毛小孩的四组也要注意保暖 当心心血管疾病的耗发 虽然犬猫身上有一层皮毛保暖 但因为气温变化 血管随温度低而收缩 温度高而舒张的剧烈转变 也会导致有起年迈犬猫心肺出现问题 一旦发现容易气喘 呼吸困难或坐立难安 四组就要特别留意 天气在变化的时候 特别是变冷的时候 心肺功能出问题的动物比较多 特别是老年狗 有一些心脏问题的时候 它会造成心脏的压力变大 间接地会影响到 胸腔的积水或者是腹腔的积水 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喘咳嗽 或者是走两步路就没有体力 就不喜欢运动的这些症状 这个时候就需要再去看医生 建议在天气冷的时候 如果你的动物是养在室内的话 室内温度应该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到室外的话 帮他穿个衣服 或者是说特别的保暖一下 对他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院长也提到 近年许多民众第一次养宠物 会先选择养猫而不是养狗 我们都能够理解 有时候在刚开始选择养宠物的时候 猫咪好像比较容易饲养 因为猫咪不需要带它去运动 上厕所 甚至准备猫杀准备猫飼料 猫咪自己会照顾得很好 但是其实把时间拉长到十年 甚至十五年来看的话 因为猫咪属于比较敏感的动物 在照顾猫咪上面所需要花的时间 精神费用 甚至猫咪会产生的疾病 其实会比狗狗还要多一点 所以决定要养猫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未来养猫的过程 要面临到的照顾上面的时间跟花费 因为觉得猫比较独立好照顾 不过也提醒猫比较敏感 以长远来看 若处在饲养多只猫的环境下 容易会焦虑紧张生病 一生病就是大病 养猫要花的精神 金钱最后会比狗还高 因此不论是养狗还是养猫 都应该要量力而为 并确实进行到四组该有的责任 记者讲帮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